外个弯不觉来到了旧皇家海军学院 它的前身是渝悦宫 是许多皇家成员诞生的地方 包括亨利巴士还有伊丽莎白伊士 说到他们皇家 最近有部电影在讲着皇家及梁姐妹的故事 叫做双后传 这所老学院的博物馆里面 藏有很多图片、雕塑和实物 其中的人物雕树、军械、军服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进前院 著名英国将军纳尔逊的雕像和纪念碑 给人以树木的氛围 继续向前走去 开阔的绿地上洒落一地斑驳翻黄的枫叶 映成着典雅端庄的建筑 环顾四周 太不适合缓缓流淌着 似乎唯唯讲述着昔日的故事 这份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拥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他与中国也有得密切的联系 中国政府早期派遣的海军留学生 大都就学于此 校园小道上很隐约露出他们留下的足迹 最早的一批海军留学生 于1877年再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照片中有 罗锋禄 黄建勋 林永生 林太曾 刘不禅 方伯谦 颜复 蒋超英 叶祖归 他们中的许多人 曾为清朝北洋水师 南洋水师 广东水师的将领 记得以前看过的电影 《甲午风云》中 就寄述了1894年 甲午战争黄海海战中 身为北洋水师庆远号 巡洋舰管带的林永生 被日军炮弹击中 而训止时的壮烈场面 其他曾进入学院深召的 中国近代著名海军将领 还包括 陈寿鹏 郑姿熙 李顶新 沈寿坤 卢东阁 邓兆祥 刘荣林 吴建安等 而严复 则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 启蒙思想家 看着壮观规律的建筑 听着动人心魄的过往 不由地让人感叹 真是地灵人杰啊 这所由 克里斯多夫雷恩设计的 旧皇家海军学院 是格林威治海洋公园的建筑核心 他被称其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 被认为是最好 最在大布列典群岛上 大量悬址的建筑和景观合照 他的彩绘大厅 更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十八世纪巴洛克风格的史诗杰作 格林威治旧皇家海军学院的天门台 所在的格林威治园区 包括旧皇家海军学院园职 1997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指定为世界遗产 从1890年起创办的格林威治大学 在1873至1998年期间 是以海军大学指之文明与世 英国的王储查尔斯王子 曾在这儿就读过 这些气势宏伟的中心建筑 曾出现在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天降杀鸡和雷神 黑暗世界等多部电影中 这些归敢于铁毛构成的学院徽标 以及木雕的帆船和战舰 依稀散现的当年英国海军的辉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